用最簡單的食物做成最傳統的客家婆菜 寶寶式輕鬆煮又來囉 大家過得很好吧 那希望這個疫情呢 可以更平緩 大家一樣要保持社交距離 請洗手啦 今天呢要做什麼料理 今天要做一道網友叫Ariel 來點菜 他可能也是客家人吧 我不知道 他說要吃一道婆菜 客家話叫做Po Chon 大概是50年代、60年代 客家的麵攤 櫥窗都會賣一些小菜 這婆菜還是非常基本的 但是現在找得到嗎 還是有 比較鄉下的時候 你去問看看 寶寶師啊 老家是住鵝莓 那鵝莓的麵攤呢 的確還是有 我覺得還挺好吃的 北捕也有 他很像我們日本料理炸天婦羅 好來 我們現在呢 蒜苗 頭 先把它去除掉 斜切 客家人喔 就是媽媽都很喜歡在田梗 或者是休耕的一些地方啊 種一些南瓜啦 或者是胡瓜啦 瓜果類啊 他都很喜歡亂種一通 不是啊 就是利用空間啊 南瓜真的是對身體很有幫助的 把它刷乾淨 帶皮下去 把它剉腔 還有這個芋頭 胡蘿蔔 這四個要件就組合成為我們今天的南瓜婆菜 好的 來 我們炸婆菜最主要要有蔬菜 再來就是它的粉漿 我們粉漿呢 我們用的是中筋麵粉 然後再來一點太白粉 太白粉呢 就讓它黏稠度稍微高一點點 這個是糖 白胡椒粉 香油 全蛋 一顆全蛋呢 大概是55公克左右 這個水呢 待會再加 因為有時候蛋 有比較小顆 有比較大顆 那就會影響到整個稠度 那這裡的水呢 我們再來一點 不可以太稀喔 好 像這樣子 好來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 芋頭 如果你刀工好 用切 南瓜也是一樣 用切 把它加進去 胡蘿蔔 蒜苗 來一點香菜 輕輕的抓一下 不要太大力 太大力它就會成團了 所以做婆菜最基本就是一定要這幾樣食材 對 南瓜跟我們的就是蒜苗啦 還有芋頭 這是最基本的 以前南瓜會比較貴 有些人會加地瓜 地瓜比較便宜 那南瓜會很普及 配我們的蒜苗 或是有些人加一點點的那種韭菜也可以 像這樣子 不要太多的粉 好 來 我們現在準備油鍋 來炸給大家看 多餘的粉漿把它捏掉 油溫我們控制於150度左右 所以它是要捏成球狀還是什麼形狀 扁扁的 它比較容易熟喔 可是我們如果裡面加一些可能一些肉絲 那不算國菜的一種 算了算這還是算 那這個做法因為會不斷的演進 那以前就是全素的 那後期還是有人加一些喔 比如說你講的肉絲啊 或者是有些人加蝦子啊 尤其加蝦子最適合啦 那加蝦子啊 可以增加它的脆度 賣相 都是非常高的 這裡呢 讓它翻一下 剛放下去的時候泡泡非常的多 因為蔬菜的水分呢很多 它現在釋放出來 經過受熱 然後現在像這一塊 它已經泡泡幾乎是沒有了 所以說它已經脫水了 待會它就會上色 很好去辨認 然後它就會浮起來 先夾起來 它還沒有很酥脆 但是我想說待會呢 把油溫拉高的時候再炸一次 它也要搶酥喔 對 好來我們現在撈起來 最後一個 讓油溫拉回來高一點 大概170左右 也不要太高 搶酥 本身的油太多 我們就把它劈掉 不能太久喔 太久呢 它待會就炒灰搭 好來 這樣就完成了 我會做醬料給大家看 其實呢 寶寶師阿剛有偷吃 好好吃喔 酥酥脆脆的 你根本也不用調味 這樣子 單吃當作是淋嘴也很好 那如果你要當作主食 我現在就調一個醬料 這個是我們的香油 糖 醬油 攪拌一下 讓糖去融化 有些的麵攤呢 它就是比較簡單 用那個醬油膏啊 把它淋上去 或者是它的胡椒鹽撒一點上面 哇 那就非常的完美 好來 香菜 如果你喜歡辣 你可以切一點辣椒碎下去 好 來 我們先盛盤吧 用最簡單的食物 用最簡單的食物 然後做成客家最傳統的婆菜 那個婆菜呢 很可惜啊 慢慢的有可能被遺忘 這傳統的街邊美食 是最適合這種傳統的記憶 我希望我們所有的觀眾們 可以學起來 那自己在家裡 利用最簡單的食材 把南瓜 再增加了 小白筍 或者是竹筍 或者是 只要羹筋類 不要葉菜類 我覺得都可以 謝謝大家 對寶寶師的肯定與支持 那希望這一道很傳統的經典菜色 南瓜炸婆菜 你會喜歡 我們期待下禮拜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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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寶寶師的料理還挺不錯 還可以學客家話 叫做 剖菜 婆菜 它剖菜的意思 角菜 角菜 還有一個角一個角 茄子 叫做 釣菜 釣在樹上 釣菜 其實課委會 它有不斷的去 人家考那種 客家話認證 我覺得還挺不錯 那很多非客級的朋友們 都會去考試 就是認證 你也可以去嘗試看看